日本虽然是科技和经济大国 但民风仍是相当保守 而日本男性给人的印象 通常也是刻板内敛 不善表达情感 缅年的最后一天 在东京都会有一场爱妻日的活动 让已婚男士上台大声喊出爱妻宣言 场面热闹有趣 尽管冬夜寒冷 东京公园里却爱意流动 场面热烈 这些日本丈夫们抛却矜持 当着众人向妻子们大声地表白爱意 63岁的野白信之 与美代子已经结婚42年 但夫妻感情依然恩爱如初 日本的爱妻日由民间团体发起 旨在鼓励所有的丈夫 不要忽略对妻子的关系和爱护 在每年1月份最后一天 将内心的爱慕和感激 大声地告诉另一半